梵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1月12日 在梵蒂冈接见驻圣座外交使团 与各国使节互助新年 目前与圣座建立正式邦交的国家共180个 其他有邦交的机构包括 欧洲联盟 马尔他骑士团 以及巴拉斯坦国特别使团 教宗向驻圣座外交使节团 发表了一篇内容极为丰富的讲话 其中心就是和平 教宗首先反思一束圣诞的画面 谈及接纳基督所享有的和平 以及拒绝基督所导致的悲剧 教宗谴责丢弃文化 称这文化不放过任何受造物 及受造的人类 甚至连天主也不放过 最终导致暴力和死亡 教宗以不久前在巴黎发生的惨案为例 指出遭受暴力的人 不仅不被视为有同等尊严的弟兄姐妹 反而被当作物品看待 教宗指出 各种各样的现代奴役现象源自堕落的心 这心看不到善 也不行善 不寻求和平 其后果就是冲突不断蔓延 好似一场没完没了的世界大战 他提到乌克兰的冲突 中东局势 以及处于原教旨主义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蔓延的恐怖行动 指恐怖行动就是 在天主身上运用丢弃文化 教宗静儿谈到 强暴的可怕罪行 是战争带来的另一后果 这暴行极其严重地冒犯了女性尊严 不仅侵害她的身体 也侵害她的心灵 此外 病人常被丢弃及遭排挤 教宗提到 在非洲 埃博拉病毒受害者 就是今日的赖病人 这疫情 也导致六千多人死亡 此外 众多移民和难民离乡背景 只为寻求未来 因为 若留在自己的祖国 便意味着必死无疑 教宗也谈到 无工作机会 看不到前途的青年 和受个人主义文化侵害 而成了丢弃对象的家庭 他指出 个人主义和自私的文化 消除亲情关系 助长出生率的下降 此外 法律优待各种形式的同居 而没有足够的辅助家庭 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 最后 教宗谈到 他将再次在亚洲展开的慕林访问 祝愿南北朝鲜恢复对话 教宗表示 相遇的文化是可能的 他举出近期美国与古巴相互靠拢的实力 对美国关闭关塔纳摩的监狱表示满意 教宗也谈到 在布吉纳法索 菲律宾 哥伦比亚 和委内瑞拉 为结束紧张局势 令人看到的希望 以及在伊朗核设备上 达成的最终协议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